大家好,我是黑童谷歌,欢迎观看我们这一期的孤岛惊魂6 这次的任务特别短,是一个菲利对我们的,要我们帮他拿点东西 去结识了一样军火车 我记得可以打 зна尽力,伊朱朝鸭和武当使用尚 你们olie拿下洗礼物,石胶 具有一些机会 这辆车是在敌方的一个军营里 应该说是一个据点 之前已经不好局了 所以要前往的话是很方便的 我们直接用空降的方式 我们的目的呢 只是要抢走这辆弹药卡车 不需要把所有的敌人杀完 完好无损的拿回来的话 那至少不要硬闯着 开走 最好是先把卡车周围的敌人清完 然后不察觉的 然后完好无损的把车带走 其实受损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修 它其实的意思是主要是想保护住里面的货物 我们先在远距离把这些 可能会察觉到我们 会拦截我们的这些士兵先干掉 让他们相互 击杀他们的时候 也要注意相互之间 他们也不能察觉 其实察觉也没关系 那就全杀掉 你们有看到 打的是哪吗 好 差不多了 卡车周围的应该都没有了 反正这边还有一个 靠近了再看吧 在开走卡车之前先观察一下 那有个鳄鱼 那那个不是 那应该没影响 这还有一个可能会察觉到 也先干掉 好 这样的话我们把卡车开走 谁也不会知道的 他的狗叫乔左 我老说成左一 因为我们是偷偷开走的 所以也不会有追兵追我们 然后这个认为就完成的很快了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也可以 見守,進取機會 你的皇輩質ει 的 hero輸出 對, and the hero needed rum 讓我 case 我和你之節的 這個東西 burada 妈妈,我似乎死了泡沫 不不不不 白金鸡 难得得到吗? 烧得像个混蛋 全部都必须有目的意义,Hero 你和你 哈,结果菲利想要的不是弹药啊 而是这个弹药箱里面的这个塑料泡沫啊 有点他的作风 不知道他要整个什么样的家伙 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拜拜